欢迎回来富甲天下 今天是9月7号 大盘现在来讲 它是小跌大概60点 可是重点不是在于跌多少点 而是在于今天的预估量 大概只剩下2200亿 2200亿这个 是比较危险的地方 如果说我今天是下跌60点70点 然后量能有预估 看起来还有3000、3200 那我觉得这个行情还不错 就是说至少它是维持一个震荡 整理的格局 那以这边来看的话 因为它的下跌一直在量缩 对不对 量缩的概念就是说 我今天这趋势没有改变 如果我今天补量 它搞不好明后天就开始反弹 可是没有它就变成这样 往上走量能在萎缩 往上走量能在萎缩 这表示说这个趋势是要往下走 因为这一波里面它套在这一边 它的这个所谓成交量的部分 并没有做一个充分的换手 那没有换手 而且持续来到9月份 现在是9月7号 很多大型股都还没有公布8月份的业绩 大力光有公布 可是大力光的表现却是不佳 大力光你出去看 下来之后公布 公布前是往上拉了 公布以后 苹果拉货槽居然是往下走 居然是往下走 那当然也是因为华为这个60Pro的问题 那我认为其实重点不在这 重点不是在于华为出什么新手机 重点是他们在中国大陆 他们今天在做一个宣示 就是说他尽量要去使用国产 那在使用国产的部分里面 他就会排挤很多美国这边的产品 那以台湾来讲 我们本身就是大部分都是接美国单 我们当然也有跟中国做生意 可是现在因为很多的政治问题 所以导致双方在做一个保守 那这个保守的部分 他就慢慢的慢慢的衍生到 这个台厂的接单 因为我被限制住了 我不是说我不愿意接 而是我被限制住 那再加上说最近台股这边的看起来 就很标准的 郁金光也是一样 郁金光大力光 业绩公布了反而往下走 这代表什么 代表法人的追价意愿很低 法人追价意愿很低 也在我们成交量显示出来 大概只有2200亿 这个显示出来就是说你的法人集中式的买盘 集中式的筹码已经开始溃散 那在溃散过程里面就很容易 就是明后天如果再来一根像60点70点 它后面就会开始加速 做一个洗筹码的动作 所以各位跟各位报告说说 要小心这个向下的1000点的行情 因为这边其实大型股稍微回测个百分之五百分之六 它就有可能造成我们台股的这个所谓的加权的压力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 应该说小心谨慎 操作上面也要做一个 就是所谓的SOP 我们在操作的部分我们就是要去把握一个原则 什么叫把握一个原则 比如说我们就来看群联好了 群联今天是往上走 来群联是不是短线上从哪里开始走 353来到今天的438 然后前面大概在445左右 好回档往上走 那你中间要怎么操作 很简单 这里 这里告诉你要保守 这边转强 它是今天才转强 你有没有转强 你有没有买今天不重要 可是你要买在这里 你要买在起掌点 怎么样买在起掌点 我秀一个例子给你看 这个是经历科 你买在这里 拉掌停板 它为什么做得到 往上拉 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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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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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拉 先保守 背离 保守保守 不要追不要追 准备了 隔壁开盘 买点到了 买点来了 时间点也对 它就往上走 那经历科今天开下去之后往上走 它也走得不错 对不对 照本宣科吧 我们不需要去想太多 经历科本身 MCU的 它也是在AI伺服器 有搭上线 因为 AI伺服器意思是说 AI这个产品 它本身 就只是一个运算 强大的运算电脑 这个是技嘉的AI处理器 来 这边是NVIDIA的 NVIDIA的A100的晶片 再来机壳 再来连接副 再来储存装置 再来温控 再来记忆体 扩充插槽 电源供应器 这个全部都是商机 我们台厂里面大部分都会做这个 我们在做这个是很在行的 这几乎都是我们在做的 我们最多中央处理器 谁在代工 台积电嘛 对不对 你的画面图形处理器呢 台积电代工嘛 再来是先进封测嘛 先进封装嘛 日月光啊 对不对 晋圆电封测啊 是不是这样 所以 很多时候这个 这个所谓的概念股 COAS概念股 或者是说他们的商机 就是在这里 可是短线上 短线上因为 筹码面的问题 台币在贬值 你外资在收手 你这个盘面上 这个筹码跟资金面是不够的 所以短线上我刚讲了 我们就照本宣科 对不对 比如说经济科来说 短线上 它是不是从 170掉到了90 震荡整理之后 它总是要反弹的吧 更何况MCU IoT MCU的重要性是在于IoT IoT就是在物联网 物联网很重要 就是说我要去做一个 侦测系统 我要做一个 微计算系统 冷气机里面的定时啦 厨师啦 这些都是微控制器嘛 更光说AI 大家都跟你讲 AI AI 其实这些人真的知道 AI伺服器在干嘛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永丰鱼 这永丰鱼的酒塘厂 他们布局什么 大数据跟AI来做创新的转型 2020年2019年 永丰鱼就已经在做一个AI转型 他用AI在测试什么 测试QC 就是说瑕疵检测 断子 指断掉了 断子就是指断掉 为指为什么断掉呢 它在制造的过程里面 指是要一长串的一直在拉哦 你必须要用AI的 所谓的影像截取 去看这个 指浆有没有瑕疵 有瑕疵你就要把它处理掉 所以你才能够拉直拉得好 它是利用CCD取向 它每一秒钟有6000万 应该说有600万的 这个所谓的资料 你不使用 专用的影像处理GPU 你是没有办法去抓这个瑕疵的 这个才是AI的商机 AI的商机是说 我未来的工业4.0 因为我很多产业 已经请不到人了嘛 我需要做一个大数据的处理 就是我今天在做这个 不管我今天是做纸也好 还是说我今天在生产 任何一种东西 甚至于说军工股里面 生产无人机的 这个所谓的机翼啦 无人机的小型 无人机的这个所谓的马达 还是它的控制器 这些都可以借由AI去做一个 比如说3D列印3D车工 车工就是在CNC上面的车床 这些都是在这边运用的嘛 所以它的架构里面 你不了解它 你很容易被这个讯息牵着跑 你牵着跑以后你就搞不清楚 什么搞不清楚 比如说四星好了 我看了很多人在讲四星 比如说这边转线上 从一千七来一千八来到两千四 两千四嘛 那你认为从一千八涨到两千四 你需要去买它吗 我们先不要看 就算是17块涨到24块 它这样也涨一大幅度了 更不要说你来看一下 它从一千一来到了一千七 震荡整理之后再来到两千四 这边涨了1.5倍 从新年的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 半年涨了1.5倍 百分之150 你没有从头报到尾 是是说你中间没有去买到 你这边你已经不用追了 因为你自己看一下嘛 它来到了两千五震荡 它有量吗 它真的大量在这里喔 这个大量在这边 上去整理之后它还会供 因为大量区嘛 大量区六千口 当然是短冲啦 当然是现冲的比较多啦 就是现股当中 可是它也代表说人气嘛 人气在那边维持住 这个所谓的买进价格 或是维持住这个价格 它才会再往上供 那如果说你来到了两千四 两千五辆人跑光光 只剩下五百张六百张一千张 你认为你去买 你会买得安心吗 你会买得下去吗 就是你不会心心胆跳吗 对不对 再来看 上去之后跟你说 这边已经超卖了 两次超卖保守保守再保守 来这边所有的 MAC的部分已经来到这边 这边这边有什么 盘整区 盘整区 盘整区后面它会做表态 表态什么概念 往下表态或往上表态 那以现在来讲 你要它往上表态 一张两百五十万 你要拿三百万去买它 把它买 从两百五十万买到三百万吗 你叫法人做这个事情吗 他会这么傻瓜吗 因为他已经 短线上他都是法人在买的 他那已经从一千二 一千三买到两千五了 他现在干嘛还要再买 当然现在放利多嘛 对不对 放利多很多人就会说 没关系我也去买啊 我融资买嘛 对不对 你买它你会有好处吗 这个就是说 我们在看一个行情的时候 就是要小心就说 大盘的部分没有量 很多量不见了 那你台币也在贬值 那再加上说 我们这边其实时序上 有很多大型股 应该要公布财报的 9月7号你还不公布 9月10号是礼拜天 难不成你要礼拜天 偷偷公布吗 对我觉得其实 这个一定有一个 一定有中间 有一些美国在里面 你连大力光这种 这么诚实的公司 人家9月3号 9月5号就公布完毕 对不对 你公布完毕之后 你当然就是说 让投资人去做一个评估嘛 对不对 你今天有影响是因为华为的部分 是因为中国大陆在做一个 跟美国在做一个防御 很多人在说印度会赶上来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中国大陆他不需要抵制你 他自己本身就有很大问题 电子舞歌撤场 美国也撤场了很多 尤其是在这一次俄乌大战里面 大家看得出来 极权国家是什么样的德性 这个地缘政治没有人跑得掉 对不对 你既然你跑不掉 你美国跟中国 这个所谓的贸易大战 是绝对打到底的 这绝对没有放手 因为一放手大家都有问题 台湾当然我们已经选边站了 不用看 你未来就是要这么做 那既然选边站 你认为这些 现在 现在在做iPhone了 会不会受到影响 我们是不是要有一点时间的调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一直都在量缩 因为我们在调整 很多法人 尤其是在外置的部分 他们都在做一个调整 那我们自己在做 那我们自己怎么操作 很简单 我们也要调整啊 不能追的股票就不要追嘛 再好了利多都不能追 对不对 跌生的 你可以去买 但是那也是短进短出罢了 所以在这个操作面上 我是希望各位就是说 保持一个原则 什么一个原则 纪律操作 改变自己 好不好 改变自己 纪律操作 该减码就减码 休息一下 回来我们再来谈谈 怎么去应付未来的 这个所谓的向下的格局 优优独播剧场 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欢迎回来富甲天下 我是希望我自己是看错了这个行情 因为我认为大多数的投资人 目前来看的话 股票如果应该说没有真的套得很深的情况底下 是不会任意的去做一个解码的动作 我是说我希望看错是说 我希望这个最坏的情况应该不会发生 那我认为就是短线上修正大概就是修正到 反正就是五六百点 五六百点 大概就全只股跌个五到六个percent 大概就这么多而已 所以中小型股其实我认为应该跌升的 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跟杀伤力 因为很多个股它都已经跌无可跌 那只是有些短线上有些涨上去的 它会做一个短线上的修正 就这样子而已 那只是说你如果有去买到 有去买到 比如说像是创意 创意你看今天拉回来速度也很快 早上一开盘 后来就来这边 这边1370到1450 这边已经80块了 一张已经8万块了 不管是融资买现股买也是这样 除非说你做空 那我恭喜你也赚到钱 你今天就赚了8万块 我觉得不错啊 如果真的做空的话也很好啊 对不对 创意这边2000块稍微再回档 是不是 之前创意从几块钱上来的你知道吗 600块 震荡整理之后 再往上冲来到2000 这边它也是涨了 接近三倍 600块 648到2000块 正确来说是 1200块 没有不是啊 对不起 1400块 1400块是140万 从60万到200万 所以你认为它会不会修正 这个我就让各位去做一个判断 不管它未来业绩好不好 对不对 你认为它会不会修正吗 涨多了 本来就是最大的利空 所以你在操作面上面 你真的就是要抓住一个原则 什么叫原则 当讯号告诉你超卖超卖超卖 你就稍微减码减码减码 你可以不用卖光光 你可以减码 至少你也不要追嘛 对不对 超卖区 又有讯号叫你说稍微减一下码 然后短线上在那边再回补一下下也可以嘛 就是你照表超卖 这个往上走 再往上走的死亡交叉 这个是有趋势 往下走的黄金交叉 那这也是会有趋势 MACD跟KD的用法是在提醒我们说 风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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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D是在告诉我们说 可以买进 有趋势了 可以来做一下短线上的趋势 趋势就是三天 五天 六天的趋势 就是六个交易日 不是这个一般的Current Day 这个是Trading Day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在做的时候都是在照表超科 当然不是因为说你用了这个指标 或者是说你在用这个 任何一种软体就是说 你买了它就一定涨不是这样 它是要看股性的 什么叫看股性 个股它的本身的趋势在哪里 或者说短线上最近的热门在哪里 现在的AI所谓的伺服器的部分 大家也没有在谈的啦 大概就是要告诉你说 什么IC设计的啊 或者说其他的像是苹果啦 那苹果现在又不行了 那你大陆又要抵制 那你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是不是可以把这些都看看就好 看看就好 新闻面 基本面 财务面一定要看 因为它会决定这一家公司的股价的往上往下的速度 那你的进出的买卖点 可不可以利用KD跟MACD来操作 当然可以啊 这为什么不行 对不对 如果你了解这家公司的股性的时候你就会知道 先保守嘛 就不要动嘛 先不要动嘛 对不对 短线上 为什么金利科不适合放空 因为 你看一下 上去之后往上几涨 可是它 你这样看当然看不出来啦 你这样看就看出来了吧 200块掉到91块 它很近的很短的距离里面已经跌了快50% 你跌了50% 我反弹了20%可不可以 我本来讲的20%是说从200块到100块 弹个20% 从100块弹到了120块 弹到130 150 可不可以接受嘛 对短线上它总是会弹的吧 会弹的过程里面 再利用这个讯号告诉我们说 短线上这边已经超卖区了 超卖区了 人家可能就会稍微卖少一点点 你想要停损的也就停损的差不多了 剩下就是想要进来抢短多的 跟着大家一起抢嘛 对不对 很简单嘛 小心小心准备做多 准备做多 准备做多 准备做多嘛 准备做多就 买了就涨停板嘛 今天在续工嘛 这是昨天的啦 这不是很简单嘛 就是我们知道这家公司在做什么 它是在做MCU 它是在AI系统里面的 微控制器 就是说我今天有架构一个 利用AI伺服器 然后再接上这个影像截取器 再加上这个温控 还是说这个速度 还是陀螺仪 因为有些东西会震动嘛 对不对 侦测这个所谓震荡的频率啦 侦测这个所谓表面上 有没有什么异物啊 对不对 再来做影像截取 这些都是需要 为控制器去做一个侦测嘛 这个其实就是应用 这个才是我们今天 NVIDIA这个黄仑辉讲的嘛 他讲说未来就是这个东西 再做一个发展 因为未来的工厂 请的人越来越少 没办法嘛 特斯拉也是做超级工厂嘛 他为什么能够用一个 机器人去做一个 全自动的焊接跟组装 还有搬运 这也是用AI的控制 就是AI在做QC 我在控制他说 我照相照过去 一秒钟可能照100万次 或者是照了20万次 照出来之后来比对 有没有哪个焊接点不好 重新再做一次 还是说把不好的 移到旁边去 请这个所谓的专业的技师 来帮他修理 修正 这个就是AI嘛 就这么简单而已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啦 那我们知道了以后 再从里面找商机嘛 那涨太多了 你就调一下嘛 跌太多了 买一下嘛 那自己的操作 要把握这个原则啊 就是说你今天手中的持股 拿来看一看嘛 真的不行的 看不懂的 电话把它打通嘛 你可以看得懂的 你要记得要习惯赚钱 要习惯停损 什么习惯赚钱 你现在手中的股票 你有赚钱的 你卖一张卖两张 卖三张嘛 你说调节把钱放在口袋嘛 不然你看到它涨 赚了20万 又赔了20万 赚了50万 又赔了10万 你何必呢 对你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 你卖一点点料 把钱放在口袋 去吃一顿好的嘛 对不对 或者是自己再去买个包嘛 这都可以啊 就把那个钱从 电脑荧幕里面 变成实体上的钱 去买个东西来犒赏自己 我觉得 这才是对 好不好 我是讲真的啦 你真的要改变自己 如果你习惯赚钱 你就会赚 很多人都是看股票 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不晓得到底在看什么 就算你看了那么多节目 没有帮助啦 你要改变自己 什么意思要改变自己 让自己先 获利了结放口袋 你真的套很深的 不知道怎么做的 你想要做价差的 你电话打进来 我刚刚跟你讲了 照表超客 短线上利用分钟线 来看一下它的股性 真的不好的 调多一点 还可以很活泼的 我们就跟着它来操作 顺势操作 对不对 你舍不得 我可以跟你讲 为什么你会舍不得 听了以后 你不认同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觉得 本来就是这样 我没有要说服你 因为我只是希望说 你要成功 你要改变自己 你要让财富自动送上门 对不对 这才是真正的改变 好不好 预祝各位 操作顺利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